小孩子的世界单纯美好 他们拥有惊人的观察力 但关注的焦点与成年人有很大的不同 国外一些父母分享了孩子的同言同语 这些看起来超好笑的故事 真的发生在我们身边 小男孩一次我在健身房的女更衣室换衣服 一个大约 岁的小男孩突然跑进来 更衣室中的几个刚好裸体的女人不经轻叫 立刻用衣服遮住自己的身体 结果那个小男孩非常惊讶 等大眼睛问 怎么你们以前没有看过小男孩吗 燕尾服 我和老公准备参加一场重要的晚宴 女儿看到老公从衣橱拿出燕尾服后很着急 说爸 你不应该穿这个 老公很奇怪 问为什么 亲爱的 没想到女儿担忧地说 你知道的 每次穿了这件 你隔天早上都会头痛 圣经里的发现 睡觉前我经常带儿子一起读圣经 那天他翻开圣经时 有东西从书页间掉了出来 他拿起来一看 是我之前加起来当书签的书页 结果他拿起来兴奋大叫 妈 看我找到什么 我说怎么啦 他震惊地大叫 这一定是亚当的内裤 罗女 我家还小孩观察力敏锐 经常发现一些别人没注意的细节 去年夏天某个温热的傍晚 我开车带三个小孩回家 没想到旁边有台敞棚车超过我们 上面的一个女人还朝我们欢呼挥手 我仔细一看 那个女的居然全裸坐在车里 我震惊地不知该如何反应 还在想如果孩子们问我要怎么解释 结果 岁的儿子突然大声对我说 妈 那个女生没有系安全带 第一天上学 我女儿第一天上小学 放学后妻子问他学校怎么样 没想到他说 简直浪费我的时间 我不能读故事书 不能画画 甚至不能讲话 牙签头讲 我经常带 碎的女儿去给老人送餐 他对老人家身边的装备很感兴趣 有天我在送餐时 看到他一直盯着某位老先生桌上 杯子里装个假牙 结果回家路上 他用不可置信的语气对我说 他该得到多少礼物啊 牙签看了一定不敢相信 警察的功用 我是个交通警察 前阵子在一个小学校门口执勤 换钢的时候 一个 最左右的小女孩走过来 指着我同事的制服说 你是警察吗 我同事说对 你有什么事吗 他说 我妈妈说 如果在外面需要帮助 应该找警察先生 我同事就说对 怎么了 结果他指了指自己的鞋子说 那 你可以帮我绑鞋带吗 免责声明 我是一个小学老师 基本上各种大小事我都经历过 但还是有很多新鲜事 今年我负责带上小姨的新班级 一个小男孩到学校拾了 我一张他妈妈要转交的纸条 纸条上写 这个小孩所发表的任何意见不代表其家长立场 我们对他的话完全不负责 孩子们的世界太有爱了 他们的想法很简单 也很精彩 一些成年人忽略的小细节 却成为了他们关注的焦点 纯真果然是世界上最可贵的东西 美好的童年人值得怀念